点一盏灯 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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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华音经》里面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最后的参访 普贤菩萨的开示 也就是五十三参的最后的一位善知识 在五十三参的善知识里面 最后的三位就是弥勒菩萨 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 在善才童子的参访里面 主要是因为文殊菩萨的开导 善才童子的发心 发阿尼陀佛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文殊菩萨就指示善才童子 要去参访各大善知识 要怎么样子从发菩提心以后 要怎么样子来行菩萨道修菩萨行 所以他所经历的善知识呢 几乎都是以他自己本身得到的自在解脱法门 来教导善才童子 每一位善知识他都是用他自己亲自实践 修行解脱 然后度化众生的这个法门来教导 那到了最后面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就是弥勒菩萨 那弥勒菩萨是最后要成佛的 所以他等于是已经都完成了这个菩萨行 所以他教导善才童子的也等于是把他要成佛之前 要修的菩萨行教导善才童子 那到文殊菩萨呢 文殊菩萨就没有特别的这种教导的很多的内容 他主要的呢就是要善才童子呢 再去参访普贤菩萨 那普贤菩萨呢在五十三三里面呢 他的地位是很特殊的 因为就等于是说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成就佛果的功德 以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圆满 还要在度化众生的圆满 所以他等于是圆满了整个菩萨行 所以就要像普贤菩萨他是大恨 我们一般又念着大行 也就是他要能够发十大愿 然后来成就上求下化这样子的功德圆满 所以普贤菩萨呢 他是代表五十三餐里面的圆满的菩萨行禁忌 所以从弥勒菩萨之后又要有普贤菩萨 就等于是说这个菩萨行呢 不只是像要成佛而就作为好像菩萨行就圆满了 还没有就是一直要无穷无尽的来修这样的菩萨行 所以以普贤菩萨为最后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普贤菩萨的部分呢 他的开示最主要的就是一直在赞叹佛的功德 我们上面几个单元就是就均文里面 普贤菩萨的赞叹佛的功德的内容来解说 那在这些内容里面呢 他又引了释迦摩尼佛为例子 那又用释迦摩尼佛他成佛度化众生 都是以众生的根基的不同而来随众生的这种根器 就是依众生不同的这一些的根 他的这种应该用因材释教的方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要继续来解说 普贤菩萨以释迦摩尼佛为例子 那么他是怎么样在教导众生的 他一方面呢也是随众生的根基 而视线不同的这种化身来度化 那另外呢他也依照佛法的次第来教导 所以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就介绍了释迦摩尼佛 他教导这个苦极灭道的四圣地 然后呢又转于十二行法轮 就是讲了苦极灭道 然后以苦极灭道呢来就是视线众生 让众生看到这个世间的这种无常为苦 然后应该要灭这个苦因而要修道 所以这个是视教 就是视线给众生知道 然后呢要劝众生来修四圣地法 四圣地法 然后呢再来劝众生从修四圣地法 还要能够正 所以说视还有劝 然后要正 就是要三转 就是第一个转是四圣地转 四转 然后第二个转是要能够劝众生修行的劝转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众生修了还要正 就是真正我们就从学习而能够自己看到 真的是这个世间呢一切都是无常的 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我们自己心里呢 就会去除很多的这一些的这种贪质 就不会对这个世间呢就起很多的这一些的这种贪质 因为我们的苦就是由贪质来的 那能够看破而放下自在 是这样 是从观察到了这个世间的真相而来的 那如果我们平常的人说 我好像也没有感觉这个世间很苦啊 那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应该要修行 那这样也并不是说他就有能够离苦得乐 因为他是没感觉 那没感觉跟你真正看到世间的这种实相 而能够解脱自在 那个才是真正有利 那如果说只是没感觉的话 只是好像是我们叫做无忌 没有没有这种这种记忆 没有对事情关心 也没有对事情真正的了解 那这个并不表示他是解脱的 他只是好像心里默不重视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个在三转这个四地法呢 是佛对于我们这个世间 一般的众生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实际的教导 那因为我们众生呢 就是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呢 我们没办法看到真相 而执着 然后呢 就在那个里面起苦 然后有苦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想要能够没有受苦 而想要得到乐 可是我们的这个离开的苦 没有究竟的苦 没有究竟真正的解脱这个苦 不是真正的究竟法门 那得到的乐 我们又不是这种真正的乐 就是我们又在这个苦的追求之中 又制造了这个苦因 所以在佛的教导这种苦其灭道 才是真正的离苦得乐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正法 那从戒定会起修 然后看到我们自己贪吃的 这个贪生吃的烦恼 而去究竟能够灭这个苦的因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得的果呢 就是没有苦的真正的乐 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 就是属于释迦摩尼佛所教导的 这个佛法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再继续就是以普贤菩萨呢 他在占佛的功德里面 就是以释迦摩尼佛的教导为 这里面的重要的内容 我们就当作是 也是就佛法的一个概论的学习 就是一个复习这样 所以我们接着呢 再继续来看释迦摩尼佛 他这个教导的这个法门内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在八十华言的最后面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称念佛号跟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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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接着那个经文里面 就形容就是佛呢 是如是转法轮 那佛在转法轮的时候呢 就是以佛所正道的境界 所以称作正法 那当佛在说法的时候呢 他就等于是法轮在转 就是因为由佛 他所正道的真正的境界 他在对众生宣说 那当佛在说的时候呢 他把他自己正道的这样的一个正法境界 宣说出来就已经有启动的作用 然后众生听到的时候呢 也是让众生的这种本来是黑暗无明的这种状况啊 他也起了这个转动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法轮 我们说是因为佛开悟了 那这个法就转 叫正法 那本来是一切呢 都是诸法 那透过佛正悟的时候呢 从诸法里面看到了 这一些一切法里面的真实的现象 那才会看到说 哦 原来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法 都是无常法 它都是因缘法 那我们 没有佛的开导啊 我们在这个法里面呢 我们就起执着 因为以我们自己的我见 我执 我们众生的烦恼习性 好 我们对这些呢 我们就是会去贪质 那因为佛呢 他看到说 哦 因为众生的这种贪质 而 会造成我们的苦因 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法的真相 其实它是 根本就是 没有法可以得到 我们 以为是可以 我们 能够贪求到的 没有东西可以得得到的 所以 所以 佛呢 他在这个里面 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相 所以 他就 让我们众生呢 可以 解脱 这样子的一种 执着烦恼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很正量的一个 的一个 影响 所以他转法人 那 佛这样子说法的时候呢 他是让 十方诸佛 诸国土 十方诸国土呢 就震动 因为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只有佛 他看得到 这个诸法的实相 然后 能够透过他自己的实证来说法 所以 这个所有的国土的宫殿 山河 西 摇动 不使众生有进步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就是 整个山河大地都会震动 那就表示说 我们本来 这个 一暴 除了我们的身体 射身是震暴以外 我们所生活的空间的环境 是一暴 那我们通常都以为 这个一暴呢 好像都是不动的啦 那当然 这个是 我们在世间也有地震啊 海啸啦 我们就知道说 那这个 山河大地呢 实际上 它也是会有动作的 那在佛说法的时候呢 这些山河大地呢 它也会摇动 因为呢 他们会感受到这个佛的那种正量 所以呢 他们的感受呢 就更大 有时候人还没有这样子的敏感度 那山河大地有这样的敏感 那佛在说法的时候呢 整个的一暴都有这样的感应 那就表示呢 它是能够让整个的这个诸法 就是能够起正面的作用 那如来呢 蒲言广大音 随其更欲皆令解 也就是说 佛在说法的时候 它还是针对众生的根基 就是不同的根基呢 它就讲不同的这个解脱法门 那主要的目的还是稀释发心 除祸垢 就是让众生呢能够发心 发这个心呢 发这个心呢 也是就是 基本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本身有菩提心 那我们 虽然呢 有种种的 我见 这一些的 这种遮障 可是当我们一发心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是有根本的这种觉悟性 所以可以去除祸垢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本性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成垢 那这个成垢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的迷惑 那迷惑是怎么来的 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烦恼 所以佛法一直说 我们要去除我们的贪嗔痴烦恼 所以要从戒开始起修 也就是降低我们自己的我知 不管是我们喜欢的是执着 我们不喜欢的也是执着 那当我们有这一些的 喜欢不喜欢的执着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种分别心 那分别心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们本来是清澈的这种 这个佛性的这种本质上面呢 就起了遮障 是这样 那就看不清清楚这个诸法的真相 所以在佛的教导呢 根本的还是要我们能够发心 那第一个要相信我们有佛性 我们有觉悟性 那我们可以成就像佛一样的 这个究竟的佛果 那这样的发心呢 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自觉到 绝他圆满 那自觉的话就是要能够断除自己的这些的烦恼 那绝他的话呢 就是也要让所有的重生都能够 一样的解脱烦恼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呢 就是上求下滑 所以这样子的圆满的时候呢 就是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呢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成就呢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一切众生都可以解脱烦恼 那这样子的这种发心呢 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呢 就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引领 我们就不会说 那我学佛只是为了自己能够 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 然后我自己可以等自在 就不是说只有为了自己 那这样子的一种发心呢 就学佛的这种态度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过程里面 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会有一种宽广的心这样 所以在这里呢 接着啊 就是佛呢 他在教导众生的这个过程 都是希望以究竟的目标 为教导众生方法 那在众生不同的根基里面呢 他所教导的这个法门呢 那就是下面呢 就列了所教导的内容 一个呢 就是他让众生可以闻 思戒忍精进 思就是不思 戒呢就是持戒 那忍就是忍辱 精进 还有禅定 剥落 方便智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六度到十度 所以六度呢 以不思持戒忍辱 精进 禅定 剥落 那 这个是六度剥落命 那再加上方便度 方便度 力度 制度 那 这样子的 的一个 四度呢 就变成十度 那 这个部分呢 主要都是以 菩萨的一个 能够修学的方法 所以这是佛教导我们众生呢 以不思 能够 对峙我们的千摊 因为如果我们千摊的话呢 就是自己本身 就是心呢 就是好像执着我们所拥有的 那能够不思的时候呢 就是至少把我们所拥有的 就是看开 然后还可以跟众生分享 这不思的心呢 是主要是能够跟众生分享 那能够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 反过来 没有这样的一个 学习呢 那就是 变成就是 啊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就 顾得很 很紧 这样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心也蛮辛苦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 那戒呢 也就是让我们众生呢 本来习惯 就是心 比较散乱啊 或者是我们的心呢 就是比较 容易去追求这个世间的 这一些的喜好 或者是厌恶 所以用戒呢 他就来 约束 像 以基本的 五戒 就是不杀 不道 不淫欲 不妄 不妄 不妄云 或是不饮酒 那基本的这一些呢 就是 在这种世间的这种 众生互动的过程里面呢 他要 让我们能够 尊重 所有的人 所有的众生 能够爱护 就是更加积极的 从消极到积极 所以 不杀生是 对众生的一个尊重 没有伤害 那 不偷盗 也就是 不赞取 人家的 财产 这一些的物质啊 那不淫欲呢 就是 我们能够保持一个 身心的清静 那 不妄于呢 就是 就是观照我们的语言 没有这种 伤害的行为 是这样 然后 这个 不饮酒 就是 让我们呢 能够保持一个 清醒的这种 的这种心 那这样子的时候 看事情呢 才能够清楚 所以 这个是 佛陀教导的 一个 基本的 一个 训练的次第 所以说 从布施 从慈戒 然后修忍入 像修忍入的时候呢 就更加深入 来对我们自己的 这种习性的训练 像我们自己的 这种 习性 我们 就是 容易 忏恨心啊 发不激啊 或是我们 没办法忍入啊 不能够忍耐啊 那这些呢 就是让我们能够 把自己的个性呢 能够加以磨练 那 精进 就是 让我们呢 就是 有一种 学习的 一种 向往的力量 在那里 所以精进 本身呢 本身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 不间断 没有 退 是这样 那禅定 剥落呢 就是让我们呢 真正的 安定我们的心 那从禅定的训练呢 那从禅定的训练呢 也就是 让我们可以开启我们自己 就是 在安定之中呢 我们 有集中 能够专注力 然后呢 从 这种禅定之中 我们可以观察 诸法的真相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 我们叫做 智慧 那佛法的智慧 这边呢 称作剥落 那剥落的意思呢 基本上 也就是能够看到 诸法的真相的智慧 那诸法的真相呢 就是 第一个能够看到 诸法的互相的关系 是因缘法 那这个因缘法呢 我们说 有过去的因 有现在的因 然后还有互相之间的这种 就是 互相自己 这些互相依靠 互相影响 的这种关系性 那有种种的这些的复杂性 就是说 如果我们 没有一种安定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 就看不清楚 那所以说 剥落呢 是从 因缘法里面 看到 因缘之间的这种 复杂的关系 然后还可以看到 这个因缘之间 复杂的关系里面呢 他没有一种 实质不变的 本性 是 永远不变的 这种 真正可以存在的这种 实质的东西 所以我们叫做说 他能够看到 因缘法里面的本性是空 所以 我们一般呢 也会把说 那剥落呢 它的智慧就是空慧 那实际上 剥落 跟空 它是 两件事情 剥落 是剥落 空 是空 可是呢 真正的能够看到 诸法因缘里面的空性的时候呢 它才是真正的智慧 是这样 所以又说它是 两件事情 它又可以说是一件事情 是这样 所以我们 一直都是在强调就 六度波罗蜜 那就是说 那我们修着六种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让我们得度 所以度又叫做波罗蜜 波罗蜜又叫做度 波罗蜜的意思呢 因为它是梵文的字 它的意思就是到彼岸 所以到彼岸呢 就是说 背照我们 如果呢 都是只是以世间的这种认识 世间法 那我们在世间法里面 没有办法有一种观察的 这种智慧的时候 那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呢 我们受种种的这种束缚 那这个苦也在这个中间 那如果我们有这种 这个度 有这种智慧的时候呢 我们就当下呢 就从我们的这个苦里面 就可以解脱出来 就利苦得乐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靠我们的这种 当下的这种智慧观察 那得度也是从我们的心 直接就可以解脱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 在我们这个世间法里面 可是呢 我们没有改变世间法 主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念 还有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察 在我们中国禅宗啊 就有一个公案啊 就是恶主 就是这个大师呢 他去这个参访达摩祖师 他就请问达摩祖师说 他的心呢 就是被束缚了 那么他请达摩祖师帮他 能够解脱他的心这样 那达摩祖师说 那你的心谁帮你 付呢 是谁在 就是帮你的心呢 他说你观察一下 秘心了不可得 那这样我已经帮你 把心呢 就是解脱了 那当场呢 恶主就开悟了 所以他这个解脱呢 他基本上还是自己的心的解脱 不是别人解脱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会抱怨这个 外在的环境呢 或是什么人呢 他让我们的心很烦 他是让我们啊 这个很烦恼啊 那实际上 外境是外境啊 那我们自己本身 实际上是 被外境自己 去执着了外境 所以被我们自己的心境 才束缚住了 不是外境真正束缚我们的 真正束缚我们的是 我们自己的心的执着 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指的这个六度 那么在剥落度的时候 才是真正能够解脱 所以叫做六度 那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 那他原来的意思是 剥落密 那剥落密就是到彼岸 那所以我们把说 那既然可以从此岸到彼岸 那我们就叫做度 那从此岸到彼岸 实际上也是从我们的心而已 那从心的时候也没有说 此岸跟彼岸 那此岸跟彼岸 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所造成的 那进一步呢 从六度到十度呢 那么这边呢 它只是列了这个方便跟志 那方便呢 就是说那六度的话呢 是基本上先把自己能够厘清了 那我们可以自己可以有六度的这样的一个解脱的能力啊 那我们就学习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呢就用方便度 就是把我们自己能够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六度的能力呢 那我们也能够让就是众生可以了解 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们也得度 所以用方便的法门 所以方便 那方便最主要的还是说 依照众生的根基不同 那要用什么方法让众生呢 能够得到这个教法的利益 所以这个叫方便度 那下面又制度 那这个制度呢 也是在就是让众生能够学习的这种智慧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六度进而到十度里面 那在经文里面就是用方便根治 那下面呢又列举 就是佛又有教导众生的这个内容呢 有的就是这样让众生听闻到慈悲及喜舍 慈悲喜舍 我们说事无量心 事无量心 就是慈能够与乐 那悲能拔苦 就是慈悲呢 就是让众生也要欢喜 那悲呢就是让众生拔苦 那拔苦的过程呢 也就是让众生呢 要去除众生的这种贪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就会让众生觉得有痛苦 因为众生觉得好像受不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实际上也是在利益众生 那大部分众生比较喜欢是乐 那实际上在悲拔苦的过程呢 是要去除众生的这一些贪生吃的根啊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是它是很严厉的方式 那所以让众生呢 会感觉到这个痛苦 那实际上呢 它是让他以苦而拔苦 是这样 然后还有喜、舍 那这些呢 就是让众生呢 能够得到有这种欢喜心 跟能够舍呢 就是培养一种平等心 这个舍呢 它跟布施不一样 布施是有对象 那能够舍离自己的贪子 那舍呢 就是说 对于喜欢不喜欢的这个静 它能够保持平等 平等观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心呢 它就会保持一种 没有分别 所以慈悲惜舍 那在经文里面 就是用这一些的 内容呢 来说明释迦摩尼佛 教导众生的这一些的法门 那实际上这一些呢 也都是我们平常 常常学习到的 这个佛法的基础 那下面呢 又提到 就是有的众生呢 就是 它会听闻到佛教导的法门呢 是 四念 四正情 神族 根 利 及 觉 道 那这几个字啊 四念处 四正情 那 神族 那神族 实际上就是 四如一族 神 就是神通 那它是代表的是 四如一族 所以这个前面呢 就等于是 四念处 四正情 四如一族 然后 根 根利 是指五根 还有五利 那后面的 觉 道 觉呢 就是七觉之 道呢 就是八正道 所以这个加起来是什么 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那 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 一般啊 我们 在学习佛法的 这个佛法概论啊 或是学佛的基础的 这个法门里面啊 我们一般说以四圣地来说 那就是 苦极灭道 那这个道呢 就是 以八正道为基础 然后到了 三十七道品呢 就等于是 佛陀呢 因为 不同的 众生的根基 除了八正道 以外啊 那 它还 就是 配备 就是 怎么样子行八正道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的 这种 要能够训练的法门 所以 它就讲 四念处啦 四正秦啦 四如意族啦 五根五立 七觉知 然后再把 这个八正道的根本 再加进去 所以总共 就是 三个四 就是十二 那两个五就是十 就是二十二 再加上 一个 七觉知 二十九 然后再加上八正道 就三十七 那所以 本来基础 这个 苦极灭道的四圣地 的道是八 然后现在就是 再配备其他的 这个 其他的几项 所以加起来 变成三十七 道品 那有的名称呢 就叫做 三十七觉知 就是三十七项 让我们真正能够 觉悟的 方法 所以 觉知 那个知呢 就好像是 我们的知感 就是 三十七项 让我们 真正能够觉悟的知感 要靠这三十七项 所以 我们也把它 来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在 普贤菩萨 最后在开示 赞叹佛的功德的时候呢 他以释迦摩尼佛 为例子 然后 以释迦摩尼佛 所教导的这个法门 在 这个里面呢 都是用寄送的方式 不是长行的方式 长行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 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比较有这种 好像文章的叙述方式 叫 长行 那 在这里解说的 都是寄送的 就是 全部都是 七个字 七个字 七个字一句 七个字一句 的 叫寄送的 那好像是 那种诗词的方式的 这样 那 这里呢 三十七道品的内容 就是以四念处 为开始 那四念处呢 就是 我们 我们 在佛法 佛陀教导的 修禅的基础 就是 怎样子 能够 让我们 心 能保持正念 来保持 觉知 所以用四念处 就是 要能够 把我们的念头 专注在 身体 叫做 身念处 或者是 把我们的 专注力 放在 受念处 就是 我们的感受上面 或者是 把我们的心 专注在 这个 心念处 就是 心上面 那 或是 把我们的专注 放在 法 念处 法上面 所以 叫做 身 受 心 法 叫做 四个 来 让我们的心 专注的对象 叫做 四念处 那 身 受 心 法 是处 那 这四个地方 那 用我们的念 能够专注在 这四个对象上面 所以 身念处 基本上 就是 基本是 以我们的呼吸 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呢 就是放在 我们的呼吸上面 那这四念处呢 等于是一个禅修的一个 基本 所以 通常呢 在佛经呢 就有大念处经 就是 训练我们 正念的四个方法 那我们的心 要有一个专注的对象 那 用这样的训练呢 就是 让我们 能够 从 散乱的心 变成 禅定 专注的心 是这样 那一定要有一个对象 不然的话 我们的心 就是习惯想东想西啊 然后游离各 各个对象 那一定要有个对象 如果我们观察 啊 我的心想东想西 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 以呼吸为最基本 那当然 在 深念处里面呢 它也可以专注在我们的 器官上面 我们可以专注在我们的 各种的部位 那 乃至呢 就是我们的 身内的36物 我们的里面的内脏 这些的这种观察 那有的呢 就是 也有观察我们的身体 白骨观啊 不静观啊 那这些也都是深 深念处 可是基本呢 就是一般呢 还是用呼吸 比较 能够让我们 叫做 能够专注 所以佛的时候呢 就是这两种呢 叫做 一个甘露法门 一个就是 鼠息观 就是观呼吸 一个就是 不静观 就是观我们的身体呢 是 会从这个 好像人死了以后啊 它会 开始这个 肿胀 瘀 瘀 然后腐烂 生虫 然后流浓啊 然后到白骨 这样 那是不静观 可是 在佛多的时候呢 这个不静观呢 那有的弟子呢 修到最后呢 他就会觉得呢 那既然这个身体 是这样子的 不静啊 所以呢 他们就会 想要 舍离这个身体 所以佛多又教他们 能够 鼠息观 所以要是 这个 两种甘露法门 他是 能够 鼠息的时候 又把心 暗定下来 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用 身念处 如果用鼠息观的话呢 那 我们是学习 我们 这个心的暗定 那 瘦 就是我们的感受 那感受呢 有这个 喜 乐瘦 就是我们喜欢的瘦 还有 这个 苦瘦 就是我们不喜欢的瘦 那还有 不苦不乐的瘦 所以 身念处里面的 身念处 那我们就以这个 呼吸 鼠呼吸 就是 鼠息法 或者是 水洗法 就是 关照我们的呼吸 为 训练的 一个方法 那 随时就是可以 用呼吸 来带领我们的注意力 那这样子呢 也是基础的 修禅学的 一个方法 能够安定我们的心 那 能够安定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保持一个正念 叫做正念呢 也就是说 我们当下 只有专注在呼吸上面 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念头 我们当时观照这个呼吸 没有想其他的事情 没有 这些其他的 这种 意念 所以呢 这个时候叫做正念 基本上 基本上是我的心 没有妄想 没有这些的其他的思想 就是对境 就是保持很清楚的觉知 这样就是正念 所以 以观察我们的呼吸 为训练我们的正念的方法 那在四念处呢 除了深念处以外 还有寿 寿跟心跟法 所以 深念处 寿念处 心念处 法念处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慢慢的深入 那到我们的感受 我们刚说 他可以 观察我们的寿 是苦寿啊 热寿啊 不苦不热寿啊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 又好像保持一个 客观的一种 的这种 这种 感受 那能够这样客观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呢 就没有主观的执着 是这样 那这样也可以培养 这样正念 我说 人家骂我 我开始很难过了 那我去观察 我这个难过 就是苦寿 那人家赞叹我们啊 我们就观察 我开始在高兴了 那是热寿 那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就出离 就没有执着在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观察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随着人家的 这个 这个批评啊 我们就开始烦恼起来 那或者是人家的 赞叹我们就高兴起来 那我们有一个观察力的时候呢 我们又保持一个客观性 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正面 那他虽然有感受 可是我们 我们还是有这种客观的这种 的这种观察力 所以他还有正面 所以又不一样 那我们先 从这个四念处里面啊 我们去了解 他基本是让我们心保持禅定 的正面训练 那我们这个单元先解说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回向 愿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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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画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智业 云宁观音讲堂 报恩孝亲 起见 梁皇宝灿法会 即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7月25日至7月30日 梁皇宝灿法会 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 日期7月30日 三十系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地点 云宁观音讲堂 云宁县胡伟镇 新南里 竹围60-3号 里斯特交友站后面 洽询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晦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慈悲智业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梁皇宝灿法会 及三十系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灿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 星期六 三十系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惠太法师 惠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主法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不停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生意诚 冥山主乔 山主乔 化触念 富山主乔 富山主乔 沙淇欲 那授欲 富山主乔 沙淇欲 顶 富山主乔 沙淇欲 当 memasang kata mapati kulang matra mimang pagunang suwi batang 当 meminam sara natamu temi yatacadina maha palamahu chatasusu jisuh purisayu gesu atacapukala tamadasathe sanggami mam sara natamu temi atacapukala tamadas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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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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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